40 岁女星刘湘慈 40 岁女星刘湘慈 因演出军教剧《新兵日记》 有《最美式官长》封浩 演艺事业攀上高峰的她 却在2016年嫁给永信药萍总经理钟薇凯 育有两儿子 令人惊喜的是今年初她再度怀上第三胎 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身为高龄产妇 她却认了拒绝做完整的唐试证检测 背后原因也曝光 据TVBS新闻网报道 刘湘慈年初惊喜怀上第三胎 由于育有两儿 因此她相当渴望这一胎是女儿 她也曾吐露怀上第三胎的种种不适 幸幸自己怀孕不会孕吐 但初期出现嘴巴苦 贫尿睡眠品质差容易滴血糖 而最明显的就是疲倦 每天都觉得累很困 加上又要照顾两个小孩 更显得疲惫 她也透露 怀孕后受到荷尔蒙影响 不仅容易疲倦 心情也很常起伏不定 记得有次产检前刚好有件事导致心情很沮丧 一路哭到枕间 看医生讲一讲话 想到那件事就哭 医生问我这样的状况多久了 如果持续一个月要转介身心科 幸好求助医生后 整个情况也改善了 而刘湘慈昨晚也分享自己身为高龄产妇 因此产检重点在于唐室症检测 怀孕初期的紧透明袋 鼻梁高度检查以及抽血检查 检查报告一切都通过后 医生会询问是否要进一步做羊膜穿刺 政府有补助是孕妇妈妈的福利 不过到了这一步 她都会止住三胎皆是如此 除了担忧可能流产风险 她也曾问过自己 如果小孩生出来有基因缺陷 自己会不爱她吗 对此她坦言 心中有一个坚定的答案 孩子你来了 跟我有缘分 我们就好好珍惜 不管怎样我都会把你生下 字句在在显示对孩子殷切的到来 期盼以及对孩子无私的母爱 而刘湘慈结婚至今八年 是演艺圈之名的模范夫妻 婚后她也曾吐露夫妻感情很好 我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 她都会倾听 我们都不会去委屈求全 而是会因为在乎对方做出更好的改变 因为我们都有共事要共同经营 给小孩更好的环境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